大家好 我是劉天賜 現在是和大家在做一個節目《如是我聞》 今天仍然我想講就是預言 預言就是我上兩集都講過是很奇妙的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種能力去預知未來呢 過去大家讀歷史就知道 但是預知未來就真的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有些人就說這個和神有關的 明明中有一個主宰 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我也不敢下判斷 但是在日常的例子裡面 在歷史記載裡面 事實上真的有些人是很難解釋 他為什麼會有這種預知的能力 這些能力使得我們很驚訝 我今天會講一個在美國 在美國的預言家 這個預言家不僅是能夠遇到在未來 而且他還有一個特別的能力 他可能是叫做 現在叫做奇異功能 他使得你真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為什麼他是這麼厲害 那這位預言家呢 那這位預言家呢 就是叫做艾德格海西 這位奧德格海西 那這位人兄呢 已經不在這了 那他1877年呢 出生 就1945年呢 好像就去世了 他出生 起時出生一個農民的家庭 但是有一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他是一個虔誠的新教教徒 他家裏也是一個新教教徒 所以另外使到他中間有一段 他有一段的生活是相當於矛盾 究竟他信不信一種神秘的力量 這種神秘的力量是來自他的前世 信基督教 新教就不可能信前世 因為根本這兩種宗教的學說 互相是排斥的 一個是希伯羅人的宗教 他相信只有一個上帝 是一神教來的 他是創造和主宰整個世界的一個最高的神力 而輪迴這個觀念就是 是最早來自佛教 佛教之前就是婆羅門教 婆羅門教都有輪迴的 不過是三道 佛教是六道輪迴的 輪迴完全是基於今世你的作業 這個業績就是業績的業 是跟你的業績 你做過的好事壞事 來決定你下一個輪迴的時候 是入到什麼的道 上三道有下三道 當然是壞的 你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 這些是因為你真的做了太多的壞事 很少人是可以直接成佛的 這個佛祖之外 真是稀有 所以每個人都有一個 在這個學說裏面 必定有一個前世的 前世可能是人 今世是做回人 前世的記憶 也會保留在你的腦海之中 在道教裏面 她的說法 她有一種叫做 經過一種叫做孟婆 孟照孟 孟婆 給你一碗湯喝 這碗孟婆湯喝完之後 你就將那一輩子的記憶全部忘記了 這是一個說法 看看你信什麼教 講回Case 她有個包袱 在她心目中 最重要就是主耶穌基督 在希伯來人的宗教裏面 她不可能有前世 所以她曾經問過自己 究竟她這種能力 究竟是魔鬼給她的能力 還是上帝給她的能力 這個答案 是真是很廢仇巡 如果是魔鬼的能力 Case是不應該用的 是不應該有的 有就是一個罪過 必定要找神職人員幫她的手 趕走她 但她居然用了 根據她兒子的說法 她留下了一萬幾個 她的預言的判斷 而這判斷呢 有85%以上是準確 所以她真的值得一種 很驚訝的探奇 Case本來是沒有這種能力 有一次她失明了 病了失明 她在她沉睡裏面 她想到 或者警覺到 有一種治療方法 是使得她 痊癒了 果然呢 這種治療方法 能夠使得她痊癒了 那時候她只是一個年輕人 二十歲仔而已 為什麼有一種這樣的能力呢 在科學上呢 真是很難解釋的 我也聽過呢 有一個傳說 一個故事 是近年的 以前呢 我的上司呢 太太 Katy呢 即是王菲 或者陳北強的經理人呢 都講過這個故事 她有一個親戚呢 是一個農村的婦女 在她年輕的時候呢 曾經有一次 在村口呢 跌了膠 撞了頭 撞完頭之後呢 她醒了 但是呢 她不知為什麼 自從那次的意外 撞到頭之後呢 她有一種奇異的功能 奇異的能力 就是她懂得開藥方 中醫的藥方 這些藥方呢 你留的字呢 曼港是一個容婦 是未認識得完 即使一個知識分子呢 都未必完全認識得完 中國藥呢 神容常伯草了之後呢 真是呢 千奇百怪 什麼東西都拿藥 尤其是這些草呢 用多少錢 多少分 有沒有煎過 有沒有烤過 後落還是前落 完全呢 是 跟治理病呢 有關 而且不能夠錯 否則呢 你吃錯藥 已經 但這位婦女呢 居然呢 有這種能力 在開藥方之後呢 是能夠治療好 很快 一些病人 在鄉下呢 在鄉下呢 這些呢 是一種奇蹟 就只能夠呢 當是一種呢 神人那樣呢 去崇拜 或者呢 依靠 Kathy Kathy 也是有這樣的能力 她能夠呢 治療病痛 所以在她的人心人術底下呢 她希望呢 做一個這樣 救世 救人的 救病人的 醫生 喏 本來呢 她讀書呢 很對不起 中間呢 因為可能是電力的問題呢 就中斷了 現在繼續補分 現在呢 仍然是說美國一個 很神奇的 但是已經不在這裏的 如今 埃德華 海斯 海西 那她的 突然間呢 有一種這樣的能力 她在睡夢中呢 很深入的 催眠底下呢 能夠 講出 一些呢 很奇妙的 很特別的 治療疾病的方法 她呢 很想呢 你用這樣來救世人 喏 她在她的傳記裡面呢 我們都看到 她 利用了呢 這種這樣的方式呢 去 醫病 很多人找她 後來呢 後來呢 她想救醫院呢 後來 一終之有個熱心人呢 是對她有信心 給錢呢 她去救醫院 她這種呢 是另類治療法來的 果然是成功 她兒子說呢 有85%成功 那 尤其呢 呢 在美國蕭條之後 1929年之後 那 很多人呢 都要 透過報章 知道了 有這個人 有這個力量呢 老遠都要找她 當然 夜友中間呢 有些人是想 借她的那些 能力 來發達的 其中一個例子呢 就是 她的sponsor 裏面呢 有一位呢 是開採食油 德薩芝州開採食油的 商人 跟她交換她那個 用錢銀 跟她交換了 她的能力 譬如呢 交換先 就給她和她 設立一個這樣的醫院 所謂醫院去 去 工作一些這樣的 疾病的人 找一個另類業治療 但是呢 她的回答 這個人呢 就是要和她找出 她的石油公司 開礦石油的 石油所在 曾經呢 她嘗試過呢 去 去找這些石油 但是不幸運呢 不幸運呢 她又是 找不到的 找不到呢 這個 這個人呢 自然呢 為了 最後是商人 為了錢而已 都是要捨棄她 離棄她的 但是她就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呢 在 一戰二戰的時候呢 美國呢 參戰 四更年少參戰呢 很多 父母啊 妻子啊 愛人啊 這樣呢 紛紛紀念了她那個 懷念她那個 男人 她的丈夫 她的兒子 那麼如何呢 書信又不是那麼容易 得到的 所謂家書抵萬金 那呢 那呢 希望呢 何時能夠幫他一手 測測究竟他們的親人 男人 在戰場上有沒有意外 能不能回來 這些是一件做好事 好了 最奇妙的就是 他所有的預知能力 或者這種特異功能的能力 完全是從他的睡夢中 睡著覺之後 覺得出來的 怎樣解釋呢 是解釋不到的 為什麼睡夢中的潛意識裏面 能夠感到這樣的預感呢 比如醫療的預感 親人的預感 或者甚至乎 世界上的大事發生的預言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解釋到 很靈驢 譬如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譬如有兩位總統 譬如一位就是當時的總統 一位就是金蘭迪總統 一位就是羅斯福總統 一位就是羅斯福總統 他兩位都不能夠在任期完成底下 軟降落的 我們大陸現在叫做 一個在任中病死 一個在任中被人謀殺死了 他又預言到蘇聯的解體 這個呢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呢 蘇聯是一個老牌的 共產國家 我猜不到他呢 是一百年都不夠呢 就解體 而呢 各個國家呢 加盟共和國呢 都各自獨立 變成現在的情況這樣 至於中國來說呢 我看呢 其時未必定能夠 在夢中看到 中國的強大 也看不到呢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也看不到呢 毛澤東呢 他出來 他個人 搞個人的崇拜 而使得整個中國呢 幾十億人陷於水火 而後來呢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呢 直到今天 是有顯著的成功 起碼在物質上 是有一個起碼成功 其實呢 由共產主義 造成一個特色的共產主義國家呢 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來的 勝資並不是勝社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Case未必定能夠呢 睡覺之中看得到 但是呢 他的後期的生活呢 都相當科獻的 譬如 他被人告過上法庭 說他是無牌行醫 或者是非法的治療呢 這些呢 使得他呢 惹了官司 為了他和他有一位 女助手的照片 都登了上去 這個報章 雖然後來發現 是一個合成的照片 但是呢 都使得他呢 蒙受一些 名譽上的選策 這等等呢 都是呢 打擊著他 但是最重要的打擊 就是 剛才我開頭所講的 他 怎樣在自己的心目中 能夠說服到 自己的能力 並不是是 能夠 從上帝那個來的 他是信新教的 基督教的 而呢 是他的前世 所以 所見到的事情 這些呢 是 真是很難呢 克服 這種呢 基督教和其他 外教的 內部的心靈的鬥爭 他信什麼呢 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又是一個虔誠的家庭 一身教家庭裏面的出生的人 他 每一年 是 立縣呢 決志呢 去看聖經一篇 那麼容易呢 那麼多人呢 可以呢 每年呢 能夠 有恆心地 將聖經 從頭到尾讀一篇 我認識一個朋友 校長 是做到這樣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那麼究竟這種能力 我們沒有解釋的能力 我們只能夠 說是從一種超自然的力量裡面驅使 這種超自然的力量裡面 究竟來自哪裡呢 KC呢 真是一個很難 能夠用理性去判斷和解決的問題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我們現在說 睡夢中的語言家呢 我們呢 都沒有解釋到他這個能力的來源 但是 他很準確 他不同以前 樂士的 法國的人 法國的原家 或者中國的原家 這樣 是用很多呢 很隱悔 或者詩的語言 你都可以做 預測的 他真是呢 實古實作 講出 語言的事實 那麼這些呢 並不是簡單 如果呢 詩的語言 大家後來的人呢 就穿鑿腐背 不講到實古實作呢 就 誰都可以啦 尤其我們今天 很多 所謂明理家 術士方士 他們說的話呢 都是無靈兩可的 都是呢 事又恐明 就解釋得到的 永遠沒有實古實作 又說 借鐵借題呢 就是不能夠洩露天機 其實呢 其實呢 就是不肯定 但是 KC呢 是一個 肯定的說話 說出來 所以呢 令到呢 上一世紀 嗯 在整個美國來說呢 他呢 這個睡眠中 的 預言家呢 是風行一時 是令到美國呢 全國呢 都震驚 都震動 那 現在來說呢 我們只有懷念 但是另外 我想說到另外一個呢 就是 剛才我沒有說到的 中國語言 中國語言呢 的語言家呢 首先呢 我們說說呢 這個 蕭餅哥 還有呢 另外一個 推背圖 推背圖上文呢 已經說過了 蕭餅哥呢 是 大家都知道 是明朝 劉基 我是祖宗來的 是不是 親自我祖宗來的 我的口句也知道 那 劉伯溫呢 是當年 朱元璋 打江山那時的軍師 聽聞呢 相當之 有 這個 才智 判斷力 那為什麼叫蕭餅哥呢 呢 當日呢 巨雲呢 朱元璋呢 一邊呢 食燒餅 一邊呢 就 問啊 劉基 關於呢 後世的問題 是 每個皇帝呢 都希望呢 自己的 後代呢 能夠 一統江山 啊 個個 接著下去做 秦始皇 那麼厲害的人 都是這樣希望啊 所以呢 他就定了自己呢 就是 皇帝 他的兒子 接下去呢 就二世三世 就是永世地接續下去 當然 想不到呢 三世以後呢 已經散了 問後世的事呢 劉基呢 就不敢 怠慢 但又不敢回答 因為呢 這個皇帝聖子來的嘛 半君如半虎啊 講錯少少呢 就聽居啊 而且你知道呢 呢 朱元璋呢 這個 布衣 做皇帝 的人呢 手段相當殘酷啊 殺人呢 好像捏死隻螞蟻 那麼簡單 那問到了呢 劉基呢 就很巧妙地這樣 用了呢 歌謠體 就是詩詞這樣的歌謠體呢 就回答了 朱元璋的問後世的事情 多久呢 就是今天的所謂燒餅歌了 又有人叫他做帝文 帝師 文答國 帝師呢 就是這位朱元璋 那 朱元璋呢 其實蕭餅歌呢 很多人去研究他的 就發現呢 並不是是所謂的偽託 什麼叫偽託呢 原來呢 很多人 是他 借了一些呢 掃諸權威的名字 來做他的那個 預測 那個作者 最明顯的那位呢 就是 馬前科 馬前科的作者呢 居雲 是朱國亮 那朱國亮呢 在正史上 呢 是一個呢 是一個呢 眼相 在野史上呢 Brown 小說三角演儀呢 更加是一個呢 是一個方式 而且是一個相當洞悉天文秘理的方式 所以他可以借到東風 以小的人戰勝了南下曹操的大軍 曹操當然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又是文人 又是一個政治家 又是一個軍事家 但是在這場赤壁大戰裏面 就被諸葛亮打敗了 當然 諸葛亮亦能夠棄死周園 所以周園應知撥發的東猛將 都督 臨死前都講到寄生如賀 生亮 香錦壇 以諸葛亮這樣的才幹 當然有人認為他能夠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 而且是一個這麼機靈的人 他的預測必定會盡 所以中國另一本預言書叫《馬前科》 馬前的意思就是一個戰地 戰地就是那時候騎馬為主 在馬上的生活 暗喻在做戰爭的生活 作戰的生活 《馬前科》就是諸葛亮的一個靠他名的文章 是預言整個中國的歷史 但是中間出了很多矛盾的地方 時間、地點都不同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 並不是諸葛亮親手所寫 而是很多人以為就是叫魏託 魏託的意思就是不出那個作者的真名 而是用一個知名的人去寫 而使得整件事或者整本書的可信程度增加 但是也有人研究過 剛才我們講的這本書 《燒餅哥》的作者的確是劉白溫 的確是劉基 因為他用的時代邏輯 先後是比較準確的 這一點我並不能夠百分之一百贊成 因為時間太久了 是不是很多人呢 是等事情發生了之後呢 然後補上去 那當然準確 事後恐明 事後馬後跑一定準確 至於為何要用這些詩詞的語法呢 更加寫到一個可疑的點出現 就是怎樣解釋都可以 做方術或者做這些神棍 很多時候呢 就需要講到無靈兩可 大家都不知道他呢 哪句是 確確實實是真 因為呢 如果講到確確實實是真呢 很容易呢 就對照到出來 我們曾經有一句說話 廣東話說呢 叫做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 為什麼風水佬可以騙你十年八年呢 因為風水佬就說 十年八年之後的事 這個風水要影響到你的子孫 到你子孫成功或失敗的時候呢 已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歷史 況且 還可以說 不僅是這個風水的 一命二運三風水 還有四職陰功五讀書 不僅是靠風水的 那你可能呢 這一段時間裏面呢 有改變了你命運的情況 或者呢 你的陰功呢 值得不好 或者好 好著 你引致到呢 你的結果是不同了 就等於呢 算命老 就說你 譬如 七十多歲 七十三歲 就是我的 壽命就終結了 但如果你超過了七十三歲呢 那 也可以說呢 你不夠七十三歲的時候呢 就是你積少陰得 或者做了一些歪心事 就又是短了 那任你講 所以呢 所以呢 語言和這些這樣的 測度呢 很多時候是不敢說到明顯 就用這些詩句 讓後人穿鑿附回 那現在很多個呢 的 中國 語言呢 譬如說 燒餅角 譬如一陣 我們上次講過的 推背圖 其實呢 都有這個 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呢 甚至乎呢 解錯了 甚至乎呢 誤會了 那使得呢 整件事呢 就 哭爛是 不同了 解釋 有一些呢 是 解不成的 解不成呢 就 歸咎到呢 是 要是 解的人 的水平 低 或者 寫的人 特別 原料很高 你看不出 可能事隔呢 很多年之後 原來真相是這樣的 那時候 到時候 到時候 再慢慢解釋都未遲 但是呢 我 經常都覺得 無論是 無論是 當年 樂士的 發覺 十五世紀的寓言 或者呢 馬前科 或者 笑病哥 甚至乎 推背圖 都有這個 這樣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麽 為什麽 確確實實 說出來呢 那 其實 剛才說 那位 睡眠 預言家 就真的 確確實實 說出來 雖然 他不能夠百分之一百準確 但是 起碼呢 他的兒子 統計過他 萬幾條 的 所謂 的 預測 無論是 治病的 無論是 找人的 尋人的 甚至乎 世界的 局勢的 都 很準確 只是呢 在西方的文化立場 來說 準確 而在 東方 譬如 在我們 中國 或日本 甚至 南北韓 這些 亞洲地區 不同 文化的 地區 可能 完全 是差不多 完全是 不知道 是 發生什麽事 而 在 今天的世界 今天 現在這個世界 已經是一個地球村 這麼小的世界 甚至乎 現在我們所說的 伊斯蘭國 伊拉克的 後續 伊朗的 新興的 回舊國家 甚至乎 日本 中國的 台灣 和大陸 北韓 甚至乎 北韓 這些地方 都 舉足 輕重 對世界來說 都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 飾演的 擔當的 它的 角色在這裏 而世界的大事 居然 是預測不到 有一個 肥仔金 出現 那 何來 是叫做準確呢 將來 世界的 戰爭 就可能由此而起 美國的總統 選到一個 黑人 說 很多 預言都有 廣重 但是 選到一個 特朗 這個特朗 這個特朗 大家呢 到現在都摸不到 它的底細 這個又是 用不著 猜到 猜不猜到呢 中國的 習近平 的興起 和 將來的 演變 又會 變成怎樣呢 近來 全世界的 股災 又不是 全世界的 金融 的陷落 又如 1929年美國華爾街 的 股災陷落一樣 影響 後世 雖然有說 南北極 的氣溫會 轉變 而呢 講到世界上 很多地方 會有 避震 或者 毀滅 很大的城市 但是 這些呢 只不過是 一種 軌跡上的 預測 我們呢 一向都知道 又不說明 在哪裏 那 預言呢 它又怎樣可以 拯救到世人呢 好了 今天我們講到這裏 差不多 正說 我們講的那些 都是講的 預言學 並不是 完全講了 預言 預言學和預言 是有 分野的 有區分的 預言學 本身 是有一個 很神秘的色彩 我們呢 是暫時不能夠 完全 完全 看察出它後面的原因 就是 等於 中國的 《易經》 為什麼會 測到一些 有利於我們生活 行為的指示呢 這個並不是 好像 《聖經》裏面 說 跟隨《聖經》的 密碼 可以看到一些 指示 那個 本身被人拆穿了 是一個 很大的欺騙 好了 今晚呢 我們的節目到此 提早些 完結 我呢 很希望呢 就 下次呢 我們會 給到一個 有照片 還有 有文字 字幕的 version 給大家看到 那麼 不聽 廣東話呢 也可以呢 體會到這個節目 是講一些 大家不日常 聽不到的 知識的 那麼 各位 記得介紹給你的親友 記得呢 下星期同樣時間 收聽 如是我聞 在科林 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 免費為大家 做出的 節目 多謝各位 並祝新年 拜個早年 新年 新春愉快 拜拜 拜拜 拜拜